至于在彭亨劳务大街 敦拉萨路老店的后巷 今早发生了严重的土崩 大量的黄泥从山坡滚落地面 几个巨石砸中了店铺的后门 幸亏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也没有掩埋车辆 劳务后任国会议员周宇辉 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起土崩事件导致黄泥和树枝 掩盖了部分的路段 他已经第一时间联络劳务县议会 县议会主席拿督沙西也答应 会立刻向地方政府发展部 申请紧急拨款 在这段期间 县议会将会清理土崩现场 关闭事发地点的整条后巷 以及在土崩地点铺上帆布 预防情况恶化 周宇辉也促请受影响的商店 暂时不要在后巷进行任何的工作 以保障员工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